如果同学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许愿吃全素 请问师父 这个全素的功德是否会全部愿在他所求的某件事上 若全素的功德大于所需的功德 剩下的全素功德是否会自动储存起来呢 是这样的 如果比如说你为了孩子身体好 你说我答应吃全素了 这个功德很大的 虽然跟你说如果你一个人开悟没有所求 不所求的话你吃全素了 那功德更大 那么你求了你等于把功德用掉很多 至于你说用掉很多还剩一点怎么办 和剩点当然到你的自己功德部上 就在人本身具有功德的一个本性上面的 明白了吗 不会跑掉的 放心好了 你是不是做生意人 那么如果同修曾经把许愿吃全素的功德送给父亲或母亲 倘若父亲或母亲过后去世了 请问这个功德会继续转送还是自动储存起来呢 拿回来 要回来 跟你开玩笑的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吃全素 你是在做功德 你给了他了 对不对啊 好了 接下来 给他了 把事情解决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继续在吃全素啊 是的 有没有继续有功德啊 有的 那次功德被他带走了啊 要回来 多念点心经啊 现在的佛友 非常的努力的学佛念经 吃素放生做义工 但是亲人还是从事杀业的这种行业 杀生的行业 比如说开餐厅 那么请师父慈悲开示 怎么可以避免佛友的这种悲业 佛友要怎么祈求观世音菩萨 给这个亲人葬生念经做功德 来帮助他停止这个他们造业呢 这是 还有就是这是 是否也是佛友的自己的业障 才会投生到这样的家庭 请师父慈悲开示 凡是投生 投胎到这种家庭 那么说明他的确是有些业 但是从另外角度上来讲 他也是有些福的 因为开餐馆他有点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拼命的 要努力要阻止他们 如果这样 让亲人这么不停的开下去 也很重 他的爸爸妈妈最后死的时候会非常惨 而且说走就走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要拼命的去努力 至于他自己如果不杀业 那就好一点 如果他到现在还是在开餐馆 尽量阻止他 不要叫他再来了 因为会影响到共学会的 明白了吗 如果这个饭馆不卖海鲜 只是冰冻的一些食物 包括荤菜 那么好很多 如果只要有活鱼活虾 海鲜店放在那里 那是罪孽深重 那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